來 紅蜻蜓 這個它很特別 它是會動 它會動 我剛剛拿起來是會發現 所以可能疊在 我今天這個衣服好搭 好搭喔 中國的布窯有沒有 對 這樣子會晃對不對 會晃 很漂亮 這個是爸爸送的 爸爸好 其實完全是手工做出來的 你知道嗎 而且這個材質也要注意 它必須要有彈性 而且不能斷 爸爸怎麼會想要送紅蜻蜓 因為主要是 那時候是我剛出社會的時候 它送的 那時候踏入新聞圈 那靜儀姊也知道 那個新聞圈 在剛入行的時候 其實是滿辛苦的 然後工時12小時起跳 然後照三餐被罵 丟稿子的市場有 其實壓力很大 那有好幾次真的 也想說要放棄 對 那其實爸爸也 不知道怎麼去鼓勵我 他不太會說 所以他就想說 在生日的時候 買這個禮物來鼓勵我一下 那因為他也知道 我小時候的偶像是 小虎隊 真的 對不對 特別喜歡吳奇隆這樣 那因為他有首歌叫 紅蜻蜓 也是在講夢想 很正像 對 那 真的是很正像 他就想說 你應該要繼續 不要放棄 因為 屁股跟騎腳就是你的 說得沒標準 抱歉 對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那紅色就是象徵 蒸蒸日上的那個概念這樣 蜻蜓 蜻蜓代表青春 蜻蜓代表青春 你看牠這樣 一下這樣 有沒有 代表青春 然後蜻蜓也代表希望 是 你看蜻蜓每次出來的時候 你很少看到蜻蜓會這樣 這樣 不會 就這樣 這樣 這樣 在人的身上這樣盤穴有沒有 這個就是朝夕 所以蜻蜓代表青春朝夕 所以爸爸送給你 就是希望你 要有那種能量 年輕的時候的抱怨 遇到挫折 就馬上就可以把它 消化掉 然後再來就 就打起勇氣 然後繼續努力 沒錯 不要停 是 堅持 這我覺得很重要 一個人成長這很重要 因為 困難挫折在所難免 對不對 像你剛才講到對不對 你遇到人家性騷擾什麼的 你不要因為這樣 然後對所有的男性都打問號 因為那種是少數 是不是 你只要把你的安全做好 你的安全應該是什麼呢 你首先第一 你一定要打開手機 對不對 第二 你包包裡面 一定要有一支辣椒水 有 現在有準備了 最早遇到這個事情 當你遇到這個事情 就馬上打開手機開始錄 對 然後呢 純正 就準備拿這個 然後跟他講 說你再不離開的話 我就要 我就要辣椒水噴你 然後 立刻報案 立刻報案 這很重要 因為現在呢 那個警察伯伯 警察叔叔 警察大哥 都很認真 好嗎 是 像這個我們來評估一下好不好 這個紅蜻蜓 代表青春活力的紅蜻蜓 來 吃多少錢 請見價 來 吃五萬元 吃五萬元 歡迎 蜻蜓 蜻蜓 像這樣子 翅膀會動 這樣的一個設計 是不是不容易做 很難 你問我嗎 你知道 你一定對你來講 很簡單 我知道啦 來 其實 像它這樣會動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技巧而已 就是上面有彈簧 那這種彈簧的話 一般來講都是手做的才能夠做 你如果 它沒辦法做膜 沒辦法做膜 因為這種彈簧的話 一定是K金線 整個都拉撐了之後 已經到達大小了 然後才在上面纏繞 纏繞了之後再剪開 然後去把它焊接在 這個主體跟翅膀上面 那它就會動 再過來的話就是 像它這一件跟前面這幾件 因為我剛剛特別的去看一下 如果以相公的師傅來講的話 這一個相公師傅是可以的 因為你看到它上面的紅寶石 你看有大小顆 大小顆的時候 剛好是它翅膀的這一個 翅膀有一個葉脈 它那個葉脈上面 把K金的部分區隔開來 然後它每一顆紅寶石 就大小靠著 然後它那個爪子的 又密集性的去抓住 這個K金是附手工可以 這個我要附和一下 因為蜻蜓嘛 我剛剛一直講 它是青春活力對不對 所以它那個翅膀一定要 一邊走它邊邊晃動 對不對 如果死死的就很難看 對不對 還會增加它的價值 對 再來下一件寶物櫃 這一個 這上面有蝴蝶 對 這個也是會這樣動的 而且它這就真的有這種 高飛的感覺了 你看它比現在這個手環 都還要再高 對不對 這個我當初看到是 對它一見鍾情 尤其它的顏色很繽紛 對 我就覺得看了會覺得 很開心 很喜樂 有這種很樂觀的一個能量 這真的很豪華款 而且它是從手鐲 對 手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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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起來到戒情的出發 它也可以三個分開來戴 它是一個套子 你好喜歡多功能的這一種 要CP值高 對 我跟你講 這就是廖老師 他就曾經有贊助 是 我們之前在原山那一套 子綺 你今天帶這一件 來踢館 我要怎麼說這個設計師呢 真的 怎麼了 我可以實話實說嗎 第一個 今天這樣的一個設計款 其實它是在追求的 流行 追求什麼樣的流行呢 可能是追求 因為在七年前 有流行印度款 剛好一段時間而已 因為印度款長得什麼樣子呢 長得就是這個樣子 印度款的話就是有桌子 然後可能有拉線條 跟那個戒指放在一起 這一種的話叫印度款 因為印度新娘的話 他們喜歡這一種款 第二個的話 像這個相公 我這樣直接講 你從側邊來看 一個好的相公 他必須是完整性的 你從側邊來看 我今天有帶自己的一件作品來 這個算是比較大的 這個作品 你從側邊看的時候 你幾乎很難看到有太多的K金面 有太多的K金 那你那個物件 你從側邊看全部都K金 就是說他只是在表面上做功夫這樣而已 再過來的話就是這些爪子 他上面的爪子 因為空隙太多 你那個寶石一片K金裡面 他的空隙太多 所以他用很多的K金爪子去做 那你看像我這樣的一個物件 就上面的爪子 你看那個寶石那麼大對不對 上面是不是有一根爪子 你看到是一根爪子對不對 他上面是相鑽的 另外的話就是 你從正面看的時候 他這樣曲面來講的話 你要完整的去呈現 然後每一個爪子呢 鑽石的大小一定要讓他緊繃 讓他全部都能夠密集 因為一個設計師 你要創作那麼大的作品 你就必須要在香工上面去做要求 你要下成本 不要怕下成本 然後又要有那個款 就跟人家說 我住在地保的豪宅裡面 結果到你們家去的時候 全部都買 這樣不好 那因為珠寶這一個物件 他成本很高 真的你需要有很 我需要更多的人來詮釋 進入到一個設計的領域裡面去 但是在香工的技巧 要有很多的技巧 另外的話 我一次就把它講完好了 比如說像我設計這一個款式 這是一個台灣的款式 然後開了一個圓窗 然後有柳樹 有柳樹這樣飄逸下來 可是這個物件 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知道說 好 像這個 你可以拆開很多的配件 對不對 我也把這兩顆兩隻蝴蝶 把它拆開變成是兩個配件 它是分開的 它可以當墜子 也可以當胸針 可是我的完整性在這個地方 它變成是單一色系 藍綠和諧 子齊好像當初很喜歡它 是因為它很繽紛 對 因為就是 你覺得它有什麼寓意 因為當時我在那個 大陸的電視台主持 珠寶節目的時候 認識這個珠寶商 那我們就變成好朋友 那每一年它有新的作品 就會也是邀請我去看 那其實這個作品 我就是對它一見鍾情 我就是特別喜歡它那個 多種顏色的那個豐富性 那主要是它想表達 對它太太的那種愛 對 因為它說 在它的一個感受裡面 二十幾年來 它覺得 那我就覺得聽了 很訝異 這跟我周邊的人講的 都不太一樣 都說一個人好比兩個人 不要嚇死 這種話 就是我會覺得 它講的話 其實滿符合我對 婚姻的這個 憧憬 對 所以我就覺得 我要收藏這個 來祝福我未來的婚姻 是 當初花了多少錢 也是有比較 買比較便宜 因為是認識的 大概是 三十五萬 是 對 三十五萬 其實這個應該講說 非常的繽紛 顏色非常的華麗 那有一些蛋白石 因為蛋白石它就是 類似那種 油彩的那種顏色 然後從角度看起來 又不一樣 因為蛋白石它常常會 隨著角度而改變 對 這個東西 四東方四西方 然後呢 有很豐富的一個變化 我覺得這個東西 應該是 很高檔的貴婦才會帶 但是我剛剛講的 這個設計費 我們就很難去購買 是 但是我看 但相公還是可以 那 應該要老是那個相公 那就更頂端了 價錢不一樣 東西不一樣 好嗎 那我們來評估一下 好不好 來 來 請見價 四十五萬 來 那你真的買便宜了 就是本身它有很多的 是 寶石 對 都還是很不錯的 對 很漂亮 而且我覺得我的膚色 滿健康 也滿適合 戴這樣子的 是 我懂 對 因為這真的是要看 誰去襯上 我們真的期待 妳有一天結婚的時候 把它帶出來 對 我們就是在等妳的好消息 等妳來炸我們 下次來節目的時候 沒問題 那我要把這個 交情的對象 都帶去那個 請老闆跟廖老師的 店裡面去做鑑定 鑑定一下 鑑定什麼 會更快 鑑定什麼 鑑定嗎 鑑定 這個不可以講 不可以講 妳說如果妳有對象的話 要把他找人 再去找妳們幫忙 鑑定一下 不然我們就找對人了 因為他會見人了 記得帶高蘭恩酒 去找請老闆 就絕對沒問題 能喝就過關 好不好 我們期待妳的好消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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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老闆 謝謝 謝謝 介紹我們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 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 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